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楊威 每天早上8點鐘 告訴你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好 投票今天是2023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所以今天威老師會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整個台北股市在2024年 未來的一個操作 方向怎麼看 那也就是說今天我們這一集節目 你看完之後我們下一次見面 就已經是2024年囉 先跟大家預祝新年快樂 那跨年的時候大家要注意安全 因為最近天氣有轉涼 先跟大家做個報告 好 當然我們回歸到台北股市 接下來這個行情各位怎麼去做操作 很多人在問 威老師這個台股創新高了耶 今天有沒有機會上萬八啊 我們跟各位好好的來講一下 好 我們請看一下字卡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這句話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威老師也很感謝大家 你每天早上八點洗了個大澡 就是要看威老師的節目 我們得到很多觀眾朋友的喜愛啦 也很開心 我們上中視我從十二月開始上 那累積了蠻多的一個粉絲 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未來在二零二四年 威老師繼續在這個崗位上面 幫大家服務 替大家賺大錢 好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喔 來 這一首詩啊 送給大家 雖然它很長 我不會全部唸完 全部唸完太久了 但是它具備了 現階段台北股市的意義 我唸給各位聽喔 這一首是杜甫的詩 其實蠻有名的喔 見外呼傳收祭北 出文替淚滿衣商 卻看妻子仇何在 慢捲思書喜慾狂 好 我就唸到這裡 它所代表的意境是什麼 就是我們收復了過去的師徒 講的是說這個戰爭啊 過去被人家佔領了 現在我把它拿回來了 哇 我聽到了好開心喔 眼淚都流下來啦 開心到掉眼淚 然後看看我的妻子 也那個愁容也不在了 慢慢的開始比較開心了 整個狀態越來越好 越來越開心 就是這一首詩給大家帶來的意境 帶來台北股市我們看一下 台北股市的狀況我們先看指數 這個是台指期 我們再看大盤 大盤有沒有出現創新高的格局 有 到了昨天 來到了17928.14 今天會不會完美封關呢 挑戰萬八呢 我跟各位講 不管挑戰與否 不管達到與否 我個人覺得機會是滿高的啊 那不管怎麼樣 接下來的行情 電子傳產雙主流是不會變的 我們昨天跟大家報告的相關半導體的股票 表現相當的強勢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 這個紅機短線上面會震盪 確實啊我們看一下 2353的紅機是不是就震盪 這是昨天的走勢啊 有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他乖離過大嘛 這邊去追風險都會在 不是說他不好 他超級好 好到不能夠再好 黃金十年 可是你這個地方去追 你就逃不到便宜 各位你看 昨天的紅機 是不是就震盪 你去追在55塊56塊的 短線上面 難免還是會討勞 所以你的腳步 要跟著文遠老師走 常常會有投資朋友 有一個概念跟想法 我舉一檔股票 當作例子 比如說這個華泰 或者是2356的營業大 我為什麼舉這個當例子 之前他股價飆上去的時候 很多投資朋友在這邊追高 當他跌下來的時候 你又看得非常壞 甚至停損在低點 後來他又反彈 對不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2355的進棚 車用的 前一波也是漲了好大一段 對不對 漲了好大一段 但是呢 那到了58塊之後 很多人去追價 現在跌下來了 那大家都在想一件事情 我要等反彈 我要出啊 等反彈我要調節啊 等反彈我要換股啊 對沒有錯 你的想法是沒錯的 但是投票 你有沒有忽略到一件事情 時間就是金錢 time is money 為什麼時間就是金錢 因為你去想 我說我要等進棚反彈 那會等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喔 假設他彈了2%3%好了 你終於等到了 可是你因為要等他反彈 不管是進棚還是任何一檔股票 因為你要等他反彈 所以你放棄了很多很多標股的機會 為什麼 昨天台北股市誰最強 IC 半導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給各位來看 來 你慢慢就會懂 我要跟你表達的意思 昨天的美國股市表現都平平 沒有說特別突出 道瓊小掌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 都是一個小跌的格局 好我們再看 重點的消費期在哪裡 半導體的掌聲響起 這個是類比IC的國際大廠 叫ADI 它調漲了價格 好當它調漲了價格之後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昨天的IC設計 特別是電源管理IC 類比IC這些股票比較強 這就是薇文老師跟各位講的 為什麼你要看半導體的股票 我們看費城半導體 各位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一直跟你講這件事情 好還有一檔股票 重要的股票也是創新高 AMD 美股的這個AMD 超微 又漲到150.4億 所以代表資金在半導體上面 春去春又來 你覺得它好像要休息了 它又回來了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電子傳產是雙主流 那現階段你可以從國際股市當中 可以知道現在比較偏向哪一塊 這兩天我跟大家報告 比較偏向半導體對不對 但是AIPC相關的族群短線真的 跟五日均線的乖離太大了 所以不宜做追假 昨天的鴻基就是很好的例子 甚至昨天的2324的人寶 有沒有 它很好啊 但是昨天跌啊 投資本你有沒有看到 它很好啊 好股票啊 但是它昨天跌啊 也就是說你去追在40塊以上的 短線上面又套牢啦 所以投資本你有發覺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不斷在循環 當利多開始的時候 你開始關注它 但是你不敢進場 等到漲了10% 20% 30% 40% 一路大漲 所有的媒體消息報紙雜誌 全部跟你說 哇這個好好喔 那你就相信了 你鼓起勇氣了 你去買了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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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買在高點 像近鵬 對不對 像華菜 你就買在這個高點 投票你就買在這個高點 它有沒有問題 它沒有問題啊 它跟一個月前的它是不是一樣 是啊 基本面有沒有變 沒有變啊 所以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你買的價格不對 問題出在於說 你對於它的價值 是沒有掌握的 你對於它的股價的脈絡 那個 那個所謂的 操作的慣性 你是太過於衝動 所以你現在要糾結 不是說 我什麼股票會不會反彈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 不要糾結那個 你要想的是 但是 當你股票 換掉之後 你去買了 能夠翻五成 翻一倍的股票 那才是重點啊 投票來 你那個機會成本的概念要有 比如說 來我們舉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們有一位 劉先生 前一陣子 加入委員老師的行列 他手上有很多的進棚 有很多的滑胎 那我就跟他講 這個短期當中 就算有反彈 空間也不會太大 他問我說 可是老師我想等反彈 漲個2%3%我在賣 我跟他講 等他漲2%3%有可能 但是 哪一天會來 說不定要等超過一個禮拜以上 那你等這個一個禮拜 你中間會損失多少錢 你知道嗎 他大概1000萬的資金在操作 我說你最少會損失200萬以上 哇他聽了嚇一跳 怎麼可能 我多等一個禮拜 我會損失200萬 老師你不要亂講 我就跟他說 這是時間是金錢的概念 機會成本的概念 當你把這個股票換掉之後 你換去馬上會漲的股票 你看 犀利 昨天馬上逼近漲停板 有沒有 昨天馬上逼近漲停板 我請他換犀利 他說委員老師你講的對 對不對 真的真的差了200萬 幾天的時間真的差了200萬 那他不用再去糾結華泰 糾結進棚 糾結音樂達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你想一件事情 當你做錯的時候 當你這堂股票嚴重套牢的時候 代表他跟你沒有緣 我講真的 很多股票其實 跟某些 投資人你有沒有發覺 有一些股票你做就是比較會賺錢 有一些股票你怎麼做就是不會賺錢 常常賠錢 怎麼買怎麼賠 怎麼買怎麼套 代表他跟你沒有緣 就像你看到委員老師的節目 代表我跟你有緣 早上八點鐘 你願意來看我的節目 我很感謝你 代表我們有緣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你看 他一去換股 他不用再糾結在我到底進棚會不會漲 我到底華泰會不會漲 我到底英業達會不會漲 不用再糾結這個問題了 馬上換股馬上見效 對不對 我們在哪裡進場 27號嘛 453元進場 漲到多少 漲到493塊一天而已 所以這個是我要跟你講的 機會成本的概念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我跟大家分析 電源管理IC 因為細力出現大漲 我們這份重點的資料 我要是跟你做分享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你想成為 我們進一步的聊聊 當你越來越了解 威恩老師 你再來參加我們的會員 我覺得那個都OK 我們互信 互相信任之後 我們一起來合作 再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我覺得都很棒 劉大哥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啊 他大概在一個禮拜前 看到威恩老師的節目 然後加入我們的Lite 因為我們在上面當中 有跟大家講 輸入小老鼠MOLAE888 或是掃描這個QR Code 那我們都會有 標股的資訊跟大家分享 那他那個時候就 掃描了QR Code 然後呢 這個 就拿到這些資料 那中間他就跟我聊 他有這些股票該怎麼辦 那我給他的建議就是如此 不要再糾結他到底會不會漲 為什麼 因為買在真的 一開始買在錯的位置 買在那麼高的位置 跌了這樣30%下來 那個對你來說是一件很傷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要再漲回去 需要很多很多的時間 而且還不一定會漲回去 萬一他又跌呢 那你應該要把現階段你的資金 調整出來 換到馬上有機會漲的股票 會漲五成一倍這種股票 你的機會成本的概念 就馬上cover過來了 這樣我跟所有的投資朋友 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大家心中糾結的事情 我知道 所以我透過今天2023年的 算是跨年前的交易日 我們跟大家好好來聊聊 文老師的心中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用跟各位講的 講的分析的太多不需要 我希望是大家心態調整過來 因為解盤的東西 我每天其實概念邏輯 我都講得很清楚 電子金融雙 電子傳產雙主流 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這一段時間 因為費城半導體的強勢 所以半導體的股票會比較強 那你就看昨天的這個系列KY是不是如此 好 我們再舉幾檔股票當作例子 當然這個先跟大家講 系列大漲之後 電源管理IC還有誰會再起來 你看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通價 它也是電源管理IC其中一檔 3588 你看一下 股價有沒有噴出去 對 有沒有噴出去 有啊 還有誰 6138的茂達 這股價你看是不是創新高 各位小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股票就是這麼樣的強勢 它們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IC 都是屬於半導體相關的個股 你就會發現 文明老師我們都事先的跟大家來做報告 所以你想要知道接下來的行情 還有誰會表現 這份重點的資料 文明老師邀請大家 先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先加入我們的Light 你可以看到這四檔 4X4X 6X1X 6X7X 以及8X8X 對不對 這四檔重點的股票 文明老師會跟大家做分享 當你掃描這個QR Code 輸入小老鼠MORE888 進來我們的Light粉絲團之後 在畫面的右上角有一個小正方形 你給它點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這一份 索取到這一份重要的資料了 但是如果說你不知道 你加入了 可是不知道怎麼去哪裡看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在上面跟我們做對話 你都可以詢問 你有股票操作的疑難雜症 任何的問題 文明老師都歡迎大家跟我做聯絡 跟我做討論 我都很歡迎 我都很歡迎 所以這一份資料先拿到手 細力大漲 電源管理IC再起 這四檔 重點的股票 大家先把它拿到手 再說 為什麼呢? 接下來在半個小時 台北股市即將進行封關之戰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關鍵 因為今天會決定 你的2024年 能不能夠賺大錢 所以這份資料 先趕快做一個取得的動作 對大家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各位投資朋友你看 我們呢 請我們的這個劉大哥 做了這樣的動作 他那個時候就覺得 果然還是要託付給專業的人 因為如果他沒有來找我的話 他沒有託付給我的話 他的股票就會繼續擺 那擺到何處是而鄉呢? 對不對? 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像 像我講這首詩一樣 出文替淚滿意上 你才能夠很開心呢? 真的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你才能夠收復你的師徒 見外呼傳收濟北 你的師徒要不要在2024年 趕快的收回來 趕快的賺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大家必須要去認真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舉的這個案例 我覺得是很寫實 因為這個也能夠反映到 所有投資朋友現在的現況 你沒有做調整 我跟各位講 你的狀況到了2024年 還是一樣 那與其這樣 那與其這樣 不如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也給我一個機會 我們來幫各位做調整 讓大家有新的開始 讓大家有 在2024年有新的 不一樣的風貌 所以在整個行情上面的操作 我覺得其實 你只要邏輯對了 觀念通了 對於大家行情的操作上面 我們都有一套完整的規劃 其實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稍微 有點小波段式的 你也不用太緊張 說老師我是不是每天要盯盤 每天漲跌這樣 擔心來擔心去的不用 我們給各位都是低檔低位 尾結三位一體的股票 當它噴出去的時候 行情都相當相當的驚人 有沒有 2353的鴻基 這個就是最好的案例 啊 該買的時候我提醒大家 不該追的時候我也告訴你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鴻基 那這個是我們專業的呈現 因為它符合三位一體 毛利率上升 甚至第三季是最高點 EPS連三季跳升 第三季是最高點 好我們再看 通家是不是如此 新頂創新高 但是新頂我不要再追了 我不建議再追 我先講 新頂我不建議再追 我先預告 因為我們在低的時候跟你講啊 高我不希望你追 細微分享到現在漲了六成 所以後續的行情 這份資料先做取得 細力大漲 電源管理IC再起 這四檔 4X4X 6X1X 6X7X 8X8X 重點的股票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Light 掃瞞QR Call來做索取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整個2024年 就是大家調整持股 最好的機會 也是大家重返榮耀 反敗為勝 最好的機會 好我們看一下圖卡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你要去思考一下 整個未來2024年的規劃 可能你對於投資的規劃是什麼 可能你手上有很多套牢的股票 可能追得很高 那我們就 其實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欸 我當初為什麼會去買 買那麼高的位置 當初為什麼會去追那麼高的位置 回想一下 啊 當初太衝動了 當初啊 這個 大家都說很好嘛 所以才去買 可是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發覺 股票市場其實就是這樣一直一直在循環 過去的偽創 過去的廣達不是如此嗎 所以股票沒有永遠 每一檔股票沒有永遠在漲的 它總是會有回檔的時候 那你應該怎麼賺到錢呢 在它準備漲的時候進場 在它漲多的時候獲利下車 漲很多的時候不該追 像紅機我們不是跟各位講的 好 我現在舉一些股票當例子 來 投票有些強勢的股票 你看像這個3653的建設 投票你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們選股的概念 我為什麼這麼跟你堅持 你要看股票的毛利率 要創新高的 你看它的毛利率 來 我們再看一遍 3653這個建設 他做這個散熱軍熱片的 你看也是AI的 毛利率是32% 第二劑是31% 但是第三劑 34.27% 它的毛利率是創下新高 雖然它不是足跡跳升 但是如果說我們把條件 不要抓那麼嚴格的話 其實還是有很多標股 你只要第三劑的毛利率 就是創新高的 你看34.27% 我們再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它的EPS 從3.63跳到4.14 第三劑是多少 5.38% 再來 同學朋友你注意喔 再來 好 你看它營收都很平穩 雖然11月沒有成長 但是你注意看喔 股價為什麼能夠噴出去 毛利率創新高 EPS連3劑跳升 所以三位一體的概念是怎樣 它可以延伸運用到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你三個都符合了 就叫三位一體 那我剛才講的 毛利率 EPS 營收 它也叫做三位一體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相對的概念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分享 你這樣子你看 你看像這個建設 這股價漲到787塊 對不對 那另外你看 像4958的整頂 已經攻到110 它雖然這檔股票的股性比較牛 可是我覺得它整理得差不多了 今天短線上面 創下一個什麼 新高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跟所有投資好朋友分享 系列大漲之後 整個電源管理愛系還有誰 你看 我們這樣一做調整 那個劉大哥 榮光煥發 完全不一樣了好不好 所以這份資料 你先做一個取得的動作 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毛888 或者是掃描QR Code都可以 我們還有全新標股 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明年2024年見 掰掰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